光丰地区农会推展农事体验教育 今年连续第五年带领19个家政班班员 种植五分地的萝卜田 经过五个多月的栽培 萝卜生长情况良好 农会也在收成之际办理把萝卜的体验 五分地大小的萝卜田收成将近五百台金 大安家政班 2022号彩头 耶 不只大安家政班 光丰地区农会辅导的19个家政班 共同种下这一大片的萝卜田大丰收 今天上午个个是欢喜丰收 总共几代 十几代 我们光丰农会都是放有机会 大丰收 大丰收赞 拔萝卜非常开心 而且收获满满 不管是装了二十几包的麻袋 还是丰收的萝卜堆满了一卡车 他在小小甜脆的萝卜还没带回家之前 每个家政班员也早已想出了料理萝卜的一百种方法 收了几代 很多好几十代 我们有爱心 我们付出很多爱心 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嫩 什么班固的那么好 家政班固的 种的 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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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菜剥鸡 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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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百大党用的 光丰地区农会推广农市田教育 今年连续第五年 带领十九个家政班 共同种植五分地面积的萝卜田 现在收成季节 也特别办理把萝卜体验活动 体验农耕丰收乐 今年我们中的品种是白玉萝卜 今年它的特色可能就是说 白玉萝卜属于比较长的 但今年皮看起来都 每一条都白白嫩嫩的 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农市体验活动 让家政班了解农市的作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去年九月份种植的萝卜苗 经过各班五个度月来的 些型照料 全程有机栽培的萝卜 白白胖胖又甜脆 仅有五分地大小的面积 大约收成500台金左右 班员们欢喜大丰收 快乐大国光业 记者是日欲蓝光复采访报道